蘋果公司10號在美國加州發表新機 一如外界預期 分別為螢幕4.7吋的iPhone 6 和5.5吋的iPhone 6 Plus 螢幕更大 解析度更好 不過3C達人認為這是一步險期 蘋果可能得承擔 流失部分市場的風險 推更大的螢幕的話 對蘋果市場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它把iPhone 5H降價 那它會讓一些不想要 就是換大螢幕手機的iPhone粉絲們 他們會直接從iPhone 4 或是說iPhone 3GS 直接跳iPhone 5S 因為第一個便宜嘛 然後帶螢幕又不會變太大 國粉對於大螢幕不接受的人 他們會朝向5S 新一代iPhone處理效能更好 錄影功能更強 但3C達人觀察總體創新不大 螢幕解析度和主鏡頭畫素也不如預期 唯一讓人驚豔的 就是加入行動支付的功能 讓手機變成電子錢包 整體來說的話 它算是一款就是走向 就是行動支付的一支手機 因為它內建的NFC 然後也跟北美的一些經銷商 還有飲食類 飲食商 或者是說通路商合作 包括線上商店 它在行動支付這一塊做得很足 對 這倒是滿讓人意外的 iPhone 6預計 9月26號開放首波預購 市場對新機的反應有待觀察 與電信業者合作的優惠方案也尚未出爐 價格方面 現階段我們還是等蘋果公司來跟我們談 那現在我們也無可報告 無可告知 因為我們還沒有接到進一步的消息 3C打人認為有別於iPhone 6的了無新意 同步發表的智慧手錶Apple Watch更值得看好 兼具時尚 輕便和關鍵創新的特質 十足展現了蘋果進軍穿戴式市場的決心 中央設計者紅黃金江雅提 特別報道